如果各位呢,你想要看到更多,你可以在這個按右鍵 有沒有一個叫做HELP,求助 偏號設定也可以,HELP也可以 來,你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很多的快速鍵 有嘛,對不對 不過說真的,最常見的快速鍵使用,我會用這個 比如說我剛剛不是有抓這個畫面嗎 我要再重抓一次 我按F1,是不是進來了 你看,重複的話英文叫做什麼 Repeat R 有沒有,我剛剛那個範圍出來了 因為偶爾我會需要重複抓一樣的範圍 那就按R,它就會一樣的範圍就會出來 一樣的位置,這樣瞭解 所以,重點不在於說你要記多少 而是說,你覺得哪些功能你比較常有,你在記就好了 不管你記那麼多,腦袋早就晃光光了 留點空間,記別的 對不對 好,那可能我們今天大致上就是上到這邊 不知道大家還沒有什麼問題 剛剛看起來白板已經差不多 好,來,小精靈你可以把大家吃掉了 OK嗎 好,如果你有問題的 你也可以在OneNote那邊去提問 好,OneNote那邊 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 可以在OneNote的這邊可以發表訊息 或者你看我那個講義上面有我的E-mail 好,有我的E-mail 你可以用E-mail跟我聯絡 好,那因為剛剛有同仁有那個需求 我回去再找看看有沒有適合的 這樣OK 好,那我們今天就先上到這邊 謝謝大家,謝謝 謝謝